欢迎收看明星逗逗乐 感谢收看本频道 12月20日 王力宏和李静磊双双宣布休战 王力宏向前妻道歉 承诺会把市值一亿的吴江交给前妻 李静磊决定不再起诉王力宏父子 但强调会用法律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不需要王力宏施舍 虽然两位主角宣布休战 但拜托妹妹压米和徐若轩被推上风口浪尖后 白口莫辩 带来的蝴蝶效应远不止形象破产那么简单 压米在李静磊的追问下 于22日凌晨试图吞药轻生 送往医院洗胃才救回 压米的做法没有得到大众的同情 坊间还说压米吞的是退黑素 吞药自杀完全是炒作洗白 拜托工作室23日发布声明否认吞的是退黑素 还表示此前保持沉默是在收取证据 接下来可能要追究造谣者的法律证据 到了24日 陪压米一起医院的好友 微博名称做个小孩007再次发文 详细讲述压米送医和救治过程 好友在文中表示 当天晚上抢救时的医生看到 压米吞药种类多数量大 紧急申请专家团会诊 同时安抚家属 护士姐姐虽说试图自杀的压米是傻子 但还是想尽办法让压米配合洗胃 还建议让心理医生介入治疗 22日凌晨 压米经历打流治针抽血输液等治疗方式成功挽回生命 同时让他们看到中国的高素质医护团队 但有些人为人攻击压米 连带抹黑了医护人员 这是压米和朋友不希望看到的 好友最后表示 在这次舆论风暴中 压米已经万罪加深 说自己不是小三 没人相信 以死自证清白 送医急救 都被造谣成作秀摆拍 再次否认压米介入王力宏和李静蕾的婚姻 好友还在留言下回应网友质疑 表示推了两片退黑素 作秀明显是谣言 还说不会跟李静蕾兑线 他要警察联系方式已经提供给他 让他跟警察兑线 又说这也不是女生护士 王力宏也别想跑 同时认为压米很傻 真的死了就白口默辩 但却没有正面回应 李静蕾公开那张压米 在2015年给王力宏发短信的图片是否真实 据了解 压米吞药之后 只有好友007及工作室发声回应 他和姐姐一直保持沉默 不知是身体原因 还是觉得不适合再回应 压米此前曾发长文回应 否认介入王力宏婚姻 承认与王力宏交往到2013年10月为止 同时还祝福王力宏与李静蕾在一起 李静蕾的回应截然相反 不仅曝光压米在2015年 跟王力宏聊天的截图 同时还表示 王力宏曾说 压米只是发生过关系的朋友 可谓杀人诛心 事到如今 压米和朋友说再多也无济于事 倒不如私下跟王力宏协商回应一下 千万不要再做傻事 王力宏道歉了 李静蕾封口了 本以为这件事就到此结束了 没想到掰兔工作室上演了 贼喊捉贼的游戏 难道孙宇不怕李静蕾放出 他和王力宏的偷情证据吗 我们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2021年12月22日上午 一个叫做个小孩007的网友 在微博发文表示 孙宇压米吞药轻生 正在医院洗胃急救 这个网友还晒出 孙宇在隔离抢救室的照片 危重病科急诊的收据照片 输液单上临床诊断 显示为药物中毒的照片 于是网友都开始谴责王力宏 认为是王力宏逼孙宇自杀 当天下午有记者联系上了 孙宇的工作人员 对方表示 孙宇只是服用了过量的退黑素 并未进行洗胃 开了点口服药剂就回家了 谴责这个时候还造谣博远球的人 因此网友对做个小孩007的身份 表示怀疑 他究竟是不是白兔的闺蜜呢 12月23日下午 李静磊发布长文宣布封口 不再爆料王力宏和情人的事情了 白兔工作室很快就发了一个声明 表示要起诉造谣的网友 做个小孩007 转发了白兔工作室的声明并配文 帮大家划一下重点 一 压米不是小三 二 报警是真的 三 轻生洗胃抢救是真的 四 接下来造谣的人都要倒霉 五 提醒一下大家 李静磊也是网友 水军别带节奏说不敢告他了 六 这个时候还在骂我是小号 被垂造谣的 生而为人 我为你的阅读理解能力感到抱歉 随后 白兔工作室在底下留言 回了一个赞的符号 间接证明 这个网友确实是孙宇的朋友 而在两天前 白兔工作室还在怒斥这个造谣的人 白兔工作室上演了一场 贼喊捉贼的好戏 把网友都当做了傻子 请注意 做个小孩007说了一句话 接下来造谣的人都要倒霉 提醒一下大家 李静磊也是网友 水军别带节奏说不敢告他了 也就是说 孙宇有可能起诉李静磊 难道他认为 李静磊手上 没有孙宇和王力宏的证据了吗 非著名余平人 吴清公指出 作为吃瓜群众 当然是希望这件事情还有后续 但是作为王力宏来说 他肯定不希望孙宇和李静磊再次斗起来 那受伤的只是王力宏 他别想消停了 无论谁赢谁输 王力宏都是最大输家